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 广西大化县委书记杨龙文 贵州赫章县委书记刘建平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先后做了发言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 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 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 9,899万人 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 各族人民智慧和心血 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 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脱贫攻坚战线的同志们 致以诚挚的问候 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 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 部分贫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加强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 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 各项工作任务更重 要求更高 各省区市要宁心俱力战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 要强化社会保障兜底 实现应保尽保 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 帮助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返岗 扶贫农续木产品滞销问题 组织好产销对接 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 多渠道解决 农产品卖难问题 要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 做好农资供应等春耕备耕工作 用好产业帮扶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 要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 异地搬迁配套设施建设 住房和饮水安全扫尾工程任务 上半年都要完成 加大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 确保稳得住 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要开展督查巡查 加强常态化督促指导 继续开展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各级党委党组一定要履职尽责 不辱使命 中央财政要继续增加专项扶贫资金规模 各级财政也要保证脱贫攻坚的资金需求 要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 加强扶贫资金监管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对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地方 各地可以统筹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支持非贫困县 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脱贫 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帮助中西部地区降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要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深化区域合作 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 实现产业互补 人员互动 技术互学 观念互通 作风互建 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 要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减轻基层负担 做好工作生活安全等各方面保障 汪洋在主持会议时表示 对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充分认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性 艰巨性 紧迫性 简直到顺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